Hello大家,今天依然是有一个上新 每次其实有上新的时候所录制的视频 因为我的视频都是日更视频 第二天会剪辑出来前一天录制的视频 然后发布出来 因为有这样的快节奏为前提 所以每次的视频并不一定 把包包的所有的优缺点都表现出来 或者它本身的这些特征特点都表现出来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在聊的哪期包包 还想再进一步聊一聊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或者私信我告诉我 那有些朋友已经有我的联系方式了 就很容易联系到了 今天呢这个是很长的一只包了 看到是 这个有人能叫啥名字吗 题目中应该有啊 搜开里这个是26厘米的尺寸 有些朋友可能看到22厘米的时候 就觉得22厘米好像也很大了 一会我们来做一下对比啊 因为正好有22和26两个尺寸 那大象灰这个颜色就不用多说了 还是非常好搭的 这个包款其实匹配的人群也是比较广泛的 只要这个大小适合你就好了 这个容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大家看一下正常的一把 这个是折叠雨伞 放进去没有问题 我比较好奇的是它和一些电子产品的匹配度如何 因为有些朋友还是习惯带一些电子产品 电子书就不用比较了 电子书一定可以放得进去 那如果是这个 iPad Pro 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一款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里面目前有一个内胆包 所以放的时候我要看一下 放完之后 大家看一下 大概在这个下面的位置 所以不会有其他的任何的影响 最大的iPad可以放 那电脑可不可以放 这个是小尺寸的电脑 就是13.3 应该是13.3寸的笔记本电脑 也是可以带的 这个还蛮惊喜的 而且这个包的话 它的承重可以看一下 整个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强悍的 所以不用担心太重的物品 会给它带来什么伤害 另外它的宽肩带呢 也是比较能够减轻肩膀的压力 或者分散肩膀的压力 搜开力经常出现的年份 不太能够统计到 但是呢 好像最新的是不太能够看得到了 目前专柜备处于停产的状态 未来会不会再出 就不确定了 最近的年份 我有看到2014年 RK的有搜开力22 在市场上流通的颜色呢 也不是特别多 数量本身就比较少一些 所以大象灰色还是比较难得的 大象灰色配银扣 扣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扣上呢 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锁臂它的顶部的空间 还是可以伸进手去拿一些东西的 比如说侧带的这些东西 这个是当时购买的小票 不确定这个类似于免税店吧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要填写一些声明啊 相关的一些资料 当时的价格是3900欧元 购买的时间是10年的8月14号 年份是恩克 也是2010年 同时这个小赚饼的阻尼杆 还在差不多九成左右 大家看到这个五金上面 还是有一些贴膜 但是不一定是原始贴膜 就是它的五金 本身目前成色还是比较好的 只是用它来做一下保护 五金的成色不错 整个包身的成色也是不错的 So Kylie它有个特点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容易发生一些叠堆变形 所以这个包呢 在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内胆包 我就把它放在里面当做填充了 这个内胆包 还是比较女性化的 如果未来的主人喜欢的话 内胆包也可以一并售出 一并寄出 除此之外 它的附件呢 就一个简易的皮革保养说明 那接下来时间 我们来对比一下它和 So Kylie22的大小 这个是2R杜鹃红 它是不是R克的 R克的 R克的金扣 So Kylie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金扣会比较少一些 金扣的2R杜鹃红的 So Kylie22 然后这个大象灰色的26 它来的尺寸 它们的宽度呢 是底部的这块皮革的边到边的宽度 并不是它们最宽的位置 最宽的位置还要再宽一些 这个26的高度大约是36厘米 好的 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上芯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 这样一个包款 而且它的性价比也会比其他的 BKC系列的包包要好一些 所以如果自己还没有So Kylie的话 现在有两个尺寸可以选择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